大家好 是不是要改口說Hello 你好 今天2月2日星期四 區政府正式啟動大型宣傳推廣香港的計劃 豪派50萬張機票給海外遊客 最先說目標是東南亞遊客 會在當地舉行抽獎之類的活動 希望抽到獎 拿到機票的遊客 一帶幾帶親戚朋友一起去旅行 所以目標是派50萬張機票之後 可以有150萬個遊客來到香港 另外除了派給海外遊客之外 計劃亦說在暑假的時候 會派8萬張機票給香港人 讓香港人去外遊 也會哄香港人開心 另外也派8萬張機票給大灣區的居民 期望大灣區的人拿這張機票 鼓勵他們去旅行的時候 都用香港國際機場去飛出去的機場 不過這兩樣派給香港 派給大灣區 怎麼派呢 今天沒有細節 所以暫時說不到情況 今天的啟動禮 就是由李家超 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 他宣布整個計劃的名字 就叫做 Hello Hong Kong 你好香港 他就說希望遊客來到香港的時候 香港人都代客 代之以禮 熱烈歡迎他們 也都希望遊客來到香港的時候 和香港人會說聲 Hello 你好 好 聽了她今天的介紹之後 其實我有些疑問 很想問問李家超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去問問李家超 不過不只問李家超 今天林鄭月娥這位前特首都有新聞 原來她是去了新加坡旅口 和老公林少波一起去的 但看完新聞我都有點勾及 也有些問題要問問林鄭 所以今天的影片 既有問題問現任特首 也有問題問前任特首 先問現任特首李家超 今天整個所謂宣傳香港推廣的計劃 拍了一條宣傳片 以後會不停播放 包括在海外 我看完影片之後 我就不得不佩服 李家超 真是很有自信 這條宣傳香港的影片 李家超是打頭震的 一開始已經是他上鏡 而且有很多個鏡頭 全部都是面部特寫 看清楚表情 眼耳口鼻 非常之清楚 並且用他的朗眾康 說了一連串宣傳香港的口號 然後除了李家超上鏡之外 這條影片也有一些明星 例如陳偉林 例如郭富城 也有駐港領事的代表 也有上鏡 我的疑問是什麼呢 首先我想問特首 為什麼只有你這麼有自信 覺得由你打頭震這條宣傳片 也有不少鏡頭是他 你會覺得這樣就會宣傳到香港呢? 其實我是難免即時想 會不會這些是清衣街市 那個賣輝春的女當主的功勞呢? 因為今年過年之前 年二十九 李家超就和文政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去了樂區去清衣 寄探訪的老人家 也去了街市 當時就光顧一個賣輝春的女當主 那個女當主就稱讚李家超 你又年輕又英俊 哄到李家超很開心 笑到見眼不見眼 回應這個女當主 你這樣鼓勵我 我以後就會醒了你 那是不是這段說話 真的發揮了鼓勵作用 李家超覺得自己又年輕又英俊 所以就不要浪費了 拍宣傳片的時候 自己打頭震 不停面部大突舍去宣傳香港 如果真的這樣 我不知道女當主會不會 愛你變成害你 用名人 即不單止李家超 還有駐港領事 還有明星 明星就叫做多人會認識的 但無論是李家超或駐港領事 我相信你說把那條宣傳片拍到海外去播放 其實香港人當然不會認識李家超 他作為特首 但是去到海外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人知道李家超 究竟有幾大宣傳價值呢 他會不會看到一個不認識的男士 這樣宣傳 就覺得香港很吸引呢 這是一個疑問 再下來呢 再下來就是 如果用明人 即使那些是明星 大家知名度高 其實如果用明星這樣 這些知名人士去拍宣傳片 宣傳一個地方 是 以前是經常做的 以前經常都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真的是上世紀的事 其實今時今日 還是不是流行者過呢 其實真的有一個疑問 這樣是不是還銷售呢 我記憶中有一條片 就很值得 特區政府去參考 就是韓國觀光公社 在2020年的時候 開始拍了一系列的 宣傳韓國的旅遊片 當中就是以城市做主題 最先是首爾 然後是虎山 以往韓國去拍這些宣傳旅遊片 通常就是宣傳他們的美食 例如大吉社的石頭鍋飯 醬油蟹 然後就找大家很熟悉的韓流明星出來 給大家見一下 再歌再舞也好 如何宣傳說些什麼說話也好 向全世界招手 叫大家來旅行 以往就是這樣 這些都是以前流行的 但是2020年的時候 韓國觀光公社已經改變了模式 將這些舊的方法不用 他就選擇去找了一個樂團 一個舞團 然後呢 以城市做背景 最先是首爾 就是在大街小巷 實景拍攝 就由樂團舞團再歌再舞 當中有些普通市民都入了鏡 大家看到群眾那些 不是演員辦的 是真是當地的市民 融入了在宣傳片裡 而當時拍到那些地方很漂亮 令人驚艷 也有一首歌叫做老虎下山鳥 非常洗腦 節奏很輕快 很明快 即是你很容易入腦 這條片去到現在的三年 全世界點擊已經過了三億 而且除了叫做之外 也叫好 令到大家很驚艷 為什麼說它是吸引呢 這些宣傳旅遊片 主力當然是向外國的遊客推銷 希望外國的遊客去韓國 但是呢 它令到外國遊客吸引不特之 連本國韓國人看完這條片之後 都說 為什麼我平時日常去的地方 原來可以是這麼漂亮的 還有我平時就梭忽沒有看到 那說 今年我不去外國旅行了 我就留在韓國這些地方 去本地遊、本國遊就可以了 那它也是帶旺了 即是韓國的本地遊 於是呢 最先我去逐個逐個城市拍 最先拍了首爾 跟著釜山 逐個逐個 那有些呢 原先沒有在計劃裡面 那些城市每個舉手 就說韓國觀光公社 你可不可以來拍我呢 因為 即是 你能夠將那個地方 最好的地方 都發掘到出來 而港維可以推銷 效果真是非常之一流 非常之好 那這條片呢 是令到呢 全世界呢 都是讚好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呢 其實特區政府呢 啊 有沒有人會參考一下 別人的經驗呢 即是當我們自己去定計劃的時候 沒錯 你說如果我拿特區政府和韓國 那現在韓流呢 不是集港 是集全世界 你說叫特區政府和韓國去比 那好像門檻高了 但是我們整個宣傳計劃呢 都用了億億聲的 那 是不是都可以做得 不要說別人那麼好 都不要差他那麼遠 而且別人是三年前做的 過去的三年呢 你是有很多機會去參考 很多機會去吸納 而做得好些 那這個是我的疑問 那為什麼李家超會覺得自己做主角是銷售呢 這條宣傳片 那其實呢 過去三年呢 究竟 特區政府做了些什麼 有關機構做了些什麼 這個都是我一個很大的疑問來的 講一下50萬張機票 那這50萬張機票呢 不是新買的 是2020年的時候呢 當時疫情剛剛爆發一段時間之後 那當時經濟當然很差 那基本局就已經銀河包 幫航空公司買了50萬張機票 這個舉措呢 既是幫當時叫救命 就是很不行的航空公司呢 想幫他們吊一下鹽水 也都是想著呢 這50萬張機票 最後都可以幫忙去宣傳推廣香港 那覺得可能是一石幾鳥去做啦 那買下了的 那現在呢 但誰知道買了之後 2020之後呢 一路就派不上迎場啦 那因為香港呢 就是那個抗疫政策 即使沒有說到是封港 但事實上呢 就等同封港 那根本過去幾年呢 過去三年呢 誰來呢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就一路都沒有機會開展 這個派機票的計劃 那很不容易等到現在可以派了 那就拿出來用 那這50萬張 放了在床底 那麼久的機票 終於派上用場 那這個是好事啦 就是 好過無謂浪費了它 就是不會浪費啦 起碼有用啦 但是 但是我要問就是 是 票不怕救 罪人要受 即是 它發揮到作用是OK 但是 那過去三年 我成一千個日子 那你班官員 你班機構的負責人 你班公關大員 究竟 在做什麼呢 你現在出來的宣傳計劃 就是拿回三年前的舊東西出來 那你這三年 你沒有 那個時代的 即是時勢 去想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你這三年的人工 就很好賺啊 就有些白豆了人工 這個真是我的疑問來的 那派機票沒問題 既然扔了在那裡派了 但是 除了派機票 你是不是應該有更多東西 就是 你用這三年的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想到 等 就是你三年 等了這麼久 現在就是一個爆發的時候 但是你沒有 你那個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三年前已經放在櫃桶底的東西 就是說 你這三年 沒有進步啊 沒有想過新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 就真的 不太合格了 不過差一點點 沒有人反對派機票 但是如果你們覺得派東西 是幫到手的 那沒有理由不派消費院 那所以呢 2月22日 我們等著招 這個財政預算案 那這個就是我 關於50萬機票的移民 那剛才提到 即是無論是宣傳片 還有呢 那個50萬機票 原來都是舊東西來的 即是 有些復古的味道 但是更加復古的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 Hello Hong Kong 你好香港 Hello香港 就是 這些這樣的 口號的時候 你會想起什麼呢 你最先想起什麼呢 那坦白說 我就真的自己要承認 我已經老了 我年紀確實有一把 那所以我聽到這個 Hello Hong Kong 香港你好 這些這樣的口號的時候 我竟然這個腦 第一個彈出來的 是1984年的事 1984年 現在2023年 即是足足接近 即是40年前的事 1984年 當時35 週年國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 在北京有個遊行 有個大遊行 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 就舉起了一個大的環額 令到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好吸精 那條環額就寫著 小平你好 小平你好 這句小平你好 在那段時間 傳媒都很聚焦這個口號 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當時都很洗腦 小平你好 這句口號 大家記得當時1984年 即是這個改革開放 初見成效的時候 所以鄧小平在那段時間 可說聲樂民望極高 大家記住是1984年 所以小平你好 這句口號 就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 因為我說他洗腦 所以當時可能挺好生 當今天再聽 Hello Hong Kong 香港你好 這些口號的時候 拿一彈就是小平你好 這麼像的口號 即是說 今天的Hello Hong Kong 你好香港這些口號 其實都是相當復古 40年前 那些北大學生 已經是想到這些橋 即是我們 都是那句 是很復古 講完今天那個 推廣香港計劃 說少少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昨晚有新聞 說原來她去了新加坡旅行 但這個新聞 並不是特區政府公佈 也不是林鄭 作為前行政長官辦公室公佈 而是新加坡的官員公佈 新加坡有位官員 她是國務資政 叫做張志賢 昨晚在社交媒體 就說原來林鄭 就來了新加坡旅行 同行還有她老公林兆波 就跟新加坡的官員 見過面 吃過飯 在那個網絡那裡 就是這個張志賢 還上載了幾張照 包括她自己跟林鄭吃飯 也都有一張合照 就是由總理李顯龍 以及其他的新加坡官員 一起跟林鄭有個大合照 那張志賢 這個國務資政 新加坡的國務資政 就是在網誌上寫的 她說自己是宴請了林鄭和林兆波 吃晚飯 她覺得很高興 歡迎兩個人到訪新加坡 她說自己對上一次見面 和林鄭見面已經是2022年5月的事了 地點是香港 那2022年5月 即是說這個 張志賢曾經來香港訪問 而當時林鄭還是特首 以特首的身份去招呼她 這個新加坡官員跟著網誌還這樣說 她說這次在新加坡的會面 雙方討論了兩地的發展 包括可持續發展 城市發展 和教育等兩地共同感興趣的領域 並且希望可以加強合作 她用什麼身份去表示兩地要加強合作 我不明白 記者有去問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得到的答案就是 林鄭這次是私人旅遊的 所以就沒有內容可以說了 那我問問如果私人旅遊 那你為什麼無緣無故去見別人 新加坡的高官 而且還要去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 而且還說可以加強合作 那會不會有些不符合政治倫理呢 因為林鄭現在其實沒有公職 她只是前特首 理論上就是普通市民 當然也不可以說普通市民 因為她還拿著一些公帑 有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有保鏢 這些都是市民的納稅人的錢 但是其實她很多時候 前任下台之後 離任之後 按道理就不會去參與現界政府的政策 因為這樣會引起很多的尷尬 所以這個政治倫理通常都會搜 尤其是她下台只不過半年 但是她現在就說去新加坡 跟高官去談兩地共同感興趣的領域 並希望可以加強合作 為什麼她可以這樣呢 她回來後怎樣去履行她的所謂討論 為什麼要加強合作呢 難道她去找李家超嗎 諾安打叫李家超去做嗎 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顯示林鄭似乎在這些地方 會不會有一點點不是很禮貌 或者不是很懂得做 不是很符合政治倫理呢 那又或者她 其實提倡回來會成立一些智庫 或者什麼什麼組織 由一些民間組織去推動這些兩地合作呢 會不會呢 因為很多特首以前都有一段時間之後 都會成立這些機構 會不會呢 那我不知道 這些是我的疑問 不過呢 整件事就再再顯示 林鄭真是很有心 似乎呢 還很想做這樣 就是完全就不可以 好好的純粹去享受她的旅遊 旅遊呢 都不忘了 工作 看到她的心 那 那 這個就是我對她的疑問 今天呢 還可以說 有一件事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真的要賺另一條標題 是有關於曾志偉的 因為最近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一群TVB的小股東 小股民 寫了一封公開信給TVB 提出種種的質疑 那今天呢 曾志偉出席一個場合的時候 記者就問她她回應了 那另一個標題呢 就說呢 曾志偉以五字回應 小股民封信 那曾志偉用了五個字去回應 哪五個字呢 就是不方便回應 內文呢 原來就是不方便回應 那我看完之後呢 看完內文之後 就覺得她的標題呢 真是準確 不方便回應 就是五個字 即是能夠呢 在這麼有限的材料裡面 想到一個這麼吸引的標題 有這麼準確的標題 吸引你去看呢 我覺得 另一呢 這個標題呢 是相當之經典 這些呢 特區政府去推銷香港的時候 就應該學習了 那好吧 今天在這裡和大家的交流 分享到這裡 拜拜